新版德国牧羊犬跟老版德国牧羊犬 究竟谁的战斗力会更加强悍呢 我身后这只是奎恩学系的新版德国牧羊犬 咱们待会放只老版德国牧羊犬过来跟他PK一下 看看究竟谁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有的人说像这样功倍的德国牧羊犬就是一个废品 就是一无是处的 那么他的战斗力真的像网上传言的那么不堪一击吗 一切都是未知之术 话不多说咱们就放老版德牧出战 接下来平背德牧小虎即将出战 两只德牧一见面平背小虎立马逃跑 小西米展开追击终于把他逼到了墙角 平背小虎表现得非常淡定 采用的是敌不动我不动的政策 我想小西米发动攻击的话 平背小虎肯定也会奋起反抗的 两只狼狗还在对峙当中 咱们也在旁边给这只小西米加油助威啊 现在两只德牧气氛非常微妙 平衡随时都有可能会被打破 要么一方逃跑要么发动进攻 平背德牧小虎观察了一下周围情况准备逃跑 小西米立马奋起反击 很遗憾平背小虎再次被压制在墙角当中 老话说的好势不过山 相信小虎最终会奋起反抗的 在这里我们也为平背小虎点个赞 一定要奋起反抗 让他再次选择了淘宝 说实时那时快 他们立马展开了PK 平背小虎周围奋起反抗 小西米彻底懵了 我想这就算打平手吧